內地會在北京、上海、廣州等六個城市設施點 措施包括簡化港澳投資者、營商登記手續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 提出支持地方深化改革先行先試 更大力度利企變民 並選擇北京、上海、重慶、杭州、廣州、深圳六個市場 進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開展營商環境、創新試點 試點包括破除區域分割和地方保護 推動建設統一開放、競爭有趣的市場體系 除消對企業跨區域經營的不合理限制 方便市場主體准入和退出 以及在發放實體牌照的同時 同步發放電子營業牌照 方便企業網上辦事 又會簡化港澳投資者、營商登記手續 支持開展國際航行、船舶補稅加油業務 開展國際航行、船舶補稅 開展國際航行、船舶補稅